字幕提供 自助餐的時間 很多朋友都想要不去旅行 要不去找酒店自助餐 吃一餐好的 始終年尾大家都想著高興一下 大家聚在一起 無論如何 上次那條影片很多朋友 有很多回響 還有說很棒的 繼續介紹一下 所以我今天這條影片 都繼續介紹一些 年尾比較優質的自助餐 跟大家分享 如果大家還未訂閱 而又喜歡看香港有什麼特色美食 有什麼減價優惠的餐廳 快點按訂閱按鈕 還有看影片給個讚 回到今天 我繼續介紹自助餐的系列 今天就來到尖沙咀的朗亭酒店 朗亭酒店本身都有幾間不同的餐廳 就好像是一間The Gallery 本身那間餐廳真的做自助餐 不過我今天想跟大家試一下 就是為了它下面Basement的一間Bostonia 這間餐廳平時是做一個扒房的 即是走fined dining高級的路線 就星期六日 它就有一個做一個brunch 即是可以說是lunch buffet 假日 還有聖誕的時候 都會有這個buffet供應 特別之處有些優質的凍海鮮和生蠔 頂承著我一直以來 即是未來年尾想和大家介紹一些優質的自助餐一樣 這裡都有即開的生蠔 還有幾款凍海鮮 價錢一定要清清楚楚 每人星期六日 即是這個午市自助餐 就688元 小童344元 真的是半價的 另外如果大家喝酒精淚 它就有一個包了Poseco 紅白酒都包了 還有啤酒和橙汁 838元 如果再高級一點 就988元 就喝了這個champing 我建議688元也挺足夠的 同樣地 這裡外面也有很多非酒精的飲品 有些果汁 最特別是它就調教了自己 有些mottel 即是沒有酒精的 cocktail 有些水果加進去 挺特別的 汽水、橙汁、蘋果汁 飲品種類都是絕對足夠的 所以我覺得688元還不錯 還有說多一個福音給大家聽 就是這間餐廳主要的信用卡 包括恆生、匯豐、渣打 全部都有九折優惠 所以圍起來688元已經是全包價 即是不用加一 這個自助餐廳 可以說是用半自助模式的供應 外面有很多冷盤、海鮮、頭盤 芝士等 全部都在外面拿 即是吃完冷盤和凍海鮮 它還會有一套熱的小食 一個拼款給你 然後主菜每人選一款 然後甜品全部都可以任吃任匿 還有咖啡茶 它都是無限量供應的 主菜都有四五款選擇 包括有些羊、雞、牛肉 有兩款額外加錢 這個就釋除磚便 這間浪亭酒店 講起地方其實都是很方便 在韓國城對面 這間酒店一向都是比較少人去談論 所以我今天來到真的有一個好處 這一類型的餐廳就變得比較舒服 不會太迫和轉流 還有給大家一個資訊 上面有一間是The Gallery 那間自我餐餐餐廳 平均去到夜晚吃自我餐 都已經分了兩輪 夜晚自我餐都分了兩輪 那我不如就來這間餐廳 因為這間布斯頓尼人 本身這個brunch 我今天來吃這個中午自我餐 是可以吃四個小時 足足 由12點可以去到4點 這個也是其中一個賣點 我自己都比較吸引到我自己 還有我覺得大家可能都會喜歡 四個小時 講起下午 可以這樣坐下 特別是節日 最重要是和朋友 家人大家可以找個地方聚一下 聊聊聊 這間餐廳本身都是做一些高級的扒房 它的裝修 雖然是在地爐 但它的裝修 它的地方都幾闊落 還有一些美式扒房的味道 這間餐廳本身做高級扒房 它的服務都不會太差 都是算不錯 牌面來說 我都覺得可以值得一試 在樓梯一下來 看到它的海鮮巴 還有沙律巴 這個海鮮巴 今天有五款不同的海鮮 包括生蠔 花蟹 翡翠朗 波士頓龍蝦 還有熟蝦 五款凍海鮮 和一般酒店 即是Full Buffet的選擇 其實是差不多 後排有很多不同的沙律 沙文魚 還有麵包 它選擇在頭盤上 都是挺豐富的 一定跟大家試一下 就是這隻生蠔 這隻生蠔 看到的也挺大的 我自己目測 都覺得它是一隻美式的生蠔 但這東西當然要求證 我就直接跟廚師問一問 他都確認了 今天這間餐廳 提供的是美國生蠔 美國蠔 一向都是相對比較creamy 但我今天吃到這隻 它是7分creamy 3分爽口 食入口的質地 它礦物味 海水味不是太重 creamy 但是一點點爽口 大家看得我久 上一條片我都有說 我自己是喜歡吃法國生蠔 但是它這隻蠔 都是新鮮 還有溫度 處理 其實都是適中的 我就加了少許檸檬 令到它的清爽度再提高一點 這款生蠔 其實我也覺得是不錯的 唯一一樣東西 就是 有時候這款 即是美國生蠔 始終都會有一些 的那些不是很穩定 同一盤的生蠔 你都會看到 有些細小一點 有些會大隻很多 這些都是 可以說是美國生蠔 即是減中 你會出現到的問題 波士頓龍蝦 二學生成都會看到 今天它的龍蝦 由於它的溫度 處理得不錯 它的肉質 都是爽口彈牙的 有少少嫩滑的 而且它選擇的貨 算是不錯 有些高騰度 雪藏味也不會太厲害 另外一款 比較特別 就是看到一隻花蟹 這隻花蟹 一定要搞清楚 我直接問回經理 它就跟我說 是一個菲律賓的花蟹 這隻花蟹 我覺得算是不錯的 它的肉質 有少少像大閘蟹 那些蟹腳的味道 它有的鮮甜 但是它不是很澎湃 不是很嫩滑的 這隻花蟹 拆掉之後 肉就是這樣 細細條 蟹的味道 都很鮮甜 肉質有少少 但實實地 它不是很滑的 但是我覺得 這隻蟹挺好吃的 拆蟹的時間 都算是值得的 都可以 浪費少時間 拆這隻蟹來試一試 當然 其實海鮮這些 都是一水水的 而且就好看時節 今天我就這款 都算不錯 寫到明是雞肝的肝醬 即不是鵝肝 不是鴨肝 不是鴨肝 這隻很濃郁 過了一會兒 好像有些酒香的味道 哇 這隻雞肝很厲害 比想像中 它的味道更加甘 它的味道 芝士類別 它都有幾多款 這隻就是Morzarello Cheese 加了少許陳醋 另外這隻 我覺得在這間餐廳 其中一個 蠻特別的 就是生牛肉 它切到相當薄 上面加了一些火箭菜 這隻是比較意大利式的做法 用來送酒和芝士 意大利人很喜歡 就是這樣吃 還有一些橄欖 混在一起吃 少許芝士粉 芝士碎 很香 鴨肋肉 很嫩 有一個好像是風乾火腿的沙律 它裡面真的用了一些 即是意大利的火腿 相對比較鹹香味道 會比較重一點 連上一些青瓜 還有一些菜式 挺特別的 層次感挺豐富 還有剛才三文魚 也有三四款 包括煙燻 還有一些紅菜頭醃了 那個精緻度和細緻度 都是稍微高一點的 酒店那邊 都盡量給你一些優質的食材 之前我也有跟大家介紹過 就是Hiatt裡面的Chingching Bar 這一間餐廳 正正是走這個路線 拿一些優質的食材 款式種類不是太多 但是要吃得舒服 到差不多 職員就會每人一套 這款是小食 是每人一套的 每天都會轉款 因為我看過菜單 都沒有設定了什麼 嘩 這個碟子很熱 連碟子都熱 上面有五款 明顯這款是龍蝦湯 另外這款是茄汁蝦 這款是炸菇 另外這款是XO醬的炸蠔 還有一款是芝士焗原杯 龍蝦湯 超級小杯 這款是一口 就像一個Shooter的份量 很少 但是很香 很香濃 不過炸蠔 我都覺得它做得挺帥 這款XO醬炸蠔 它有點像Fusion 你看XO醬這裡也挺多的 炸蠔 原來這個一切開 你看到裡面是一個蘑菇蓉 切開 挺特別的 不過蘑菇吃得出 是大啡菇的那種味道 是挺香 而且挺肉的 帶子 這個帶子好像 小小粒 正常沒什麼特別的 最重要是沒有滑乾 也不錯的 蝦就一般 有些好像 省涼了 不過我相信它本身是熱的 但是 剛剛那幾樣東西 真的焗出來 熱量很足夠 突然之間這一碟 就好像失溫 就覺得有點怪 但是蝦本身都是爽蛋 沒有問題的 炸蠔 而且很脆 因為它也剛剛做出來 因為看到 XO醬 不然就沒有什麼特別 一定連XO醬一起吃才行 這些 印紅外面拿到的珊瑚 令那種感覺 有少少中式的做法 但是它又不會很辣 又帶到少少蠔的鮮味出來 這隻指名就是龍蝦湯 你看橫色都很像樣的 那隻顏色稍微濃郁一點 質地是濃厚 很棒 這隻龍蝦湯 很輕微的酒香味 有少少乾淫的 加了少少酒 味道的濃郁是長長一點 Postonia 本身晚上也是一間扒房 這隻龍蝦湯 其中也是其中一間主打 這一套叫做小食 是挺舒服的 因為你吃完凍的東西 又吃少少熱的東西 接著才來這個主菜 好 接著主菜 我們就選了兩份 這一份 都本身打算挑戰一下 就叫了一個燒春雞 旁邊就有一個燒汁配了 還有這裡就有一個好像粟米 旁邊就有些配菜 這隻春雞 它就是半隻 有翼和鼻位 這隻就是細小隻的春雞 職員就剛才跟我說 這隻都是走地雞 如果以烤雞來說 其實好像不錯 我寧願它這些 比較細小的春雞 更好一點 因為比較嫩 我其實叫這款 都特意烤一烤它 會不會很乾 或者是硬了 焗到燒到 但是初步看 都挺嫩的 這一隻 不乾的 我相信都會少些朋友 大部份都會叫 可能其他肉或者羊 我這隻雞 真的特意烤一烤它 肉是如果以西式的做法 做得相當嫩滑 因為西式做雞 一般都是以前的火雞 雞、燒、焗 什麼都乾了 這隻剛剛好 春雞比較細小 肉質比較嫩滑 而且焗的時間 都算掌握得不錯 油份仍然可以保留 一點都不乾 焗之前在上面塗了少許調味 所以這隻雞本身有底味 不用蘸醬汁 也可以 另外這份 多的客人都叫 就是這隻羊架 它是一隻紐西蘭的羊架 這一份東西 就相當之正傲 有時我們肯超市都會買到 不過肯定肯定吃 當然要吃吃師傅 控制火候 時間掌握 夠不夠嫩滑 我們就叫了五成 這一隻 應該相對很穩陣 我們試試看 看看它能否控制到五成 相當之不錯 即時切出來 很嫩 粉嫩 還有一些醬汁 其實這隻 真的有時候不用我特別去試 大家看畫面 都不能騙大家 知道是否漂亮 看顏色 看顏色 不能騙 一看顏色 就知道是甚麼 有時在酒店吃 這種的紐西蘭羊架 酒店入貨 通常都會選過來 上桌的給客人 會比較漂亮 可能會比較肥大 會比較嫩 今天這個情況就是這樣 表面上都已經有一個 叫羊的調味 有些黑椒 都已經放進去 而且我要去五成 盒到好處 已經做得到 剛剛吃了幾款的甜品 我比想像中沒有那麼出色 特別是我的芝士蛋糕 我覺得它沒有那麼濃厚 它沒有那麼滑 還有芝士芝士蛋糕的香味 還不夠 相對比較薄弱 這個芝士蛋糕 另外這個Danish 它的餅底 層次感還不夠豐富 即是它這一種 一層一層 它是還不夠 毛燈反而比較好 我覺得這間餐廳 的確有它的獨特之處 它的時間長 絕對是一大的賣點 我吃完之後 還可以聊聊天 慢慢攤一下才拿甜品 特別是連尾 大家都是想一家人聚會 或者跟朋友坐在那裡 吹吹吹吹聊聊天 四小時的時間 絕對是夠的 還有這裡 雖然款式種類 的確是比較少 但是我看到它的用料方面 就會比較提高一些 如果大家不是說要很扯 我要呼捕飛 要扯到行 吃到爆了 其實這類型的半自助餐 其實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而且這裡吃不需要和人搶 慢慢來喝一下 調教一下自己的節奏 你會真的吃得舒服 今天這間我覺得 會適合一些想吃自助餐 多元化的選擇 但又不想這麼扯的朋友 這間都可以想想 當然它是否這麼正 是否這麼值得介紹 我自己都會覺得它有缺點 第一件事 就是因為這間餐廳 位於一個地爐裡面 燈光的環境 你不會說好天 你會看到外面有陽光滲入 日後和晚上 它都是這樣的 mood 甜品最後吃完 都覺得有少少 和預計有少少落差 所以這兩點我覺得 是比較大的蝕張位 今天跟大家說到這裡 希望大家也喜歡我今天分享 如果接下來想看更多 香港自助餐有什麼優惠 有什麼划算 快點按個訂閱 按多點按讚 我們會更加努力發掘更多 值得大家去的自助餐 和酒店餐廳 希望大家也找到自己喜歡的自助餐 我們下條片再見 就是這樣 拜拜 到arıille 我們下條片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